來囉 閨蜜爆料精靈湯 哈孝遠不為人知的一面 你知道他多可怕嗎 我就先這樣子下來 然後他就在那邊這樣 我就想說幹嘛 他就說 妳的 性感 萱萱熱情的推薦我 小哈多會擠奶這件事情 你以後擠不出來 我老公借你 他大手一捏 我整個掃子 聽說那個時候 月子中心旁邊濕火 他下來就抓著玄瑄 破神的眼淚 小孩餵奶不能等 小婷婷小劇場無限 他就還在打那個要死的電動 中路…衝…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下去給我溫奶 他就等一下 我說等一下 你之後你的小孩可能死掉 他就四小時要放一次奶 開始中路 耶 耶 耶 嗨 妳們確實何才是真閨蜜 妳們女人真的可怕 同學來了 唉唷 好可怕 真的閨蜜真的很不怕 很不怕 閨蜜好像有一些是非常可怕的 對啊 我們今天又是跟媽媽 可怕的時候妳看我幹嘛 我再強調一次 我是因為我的客人都被匡列 對 我才來這裡 對 她是因為客人都被匡列 所以今天才有事 妳是媽媽妳有鬍子 對啊 為什麼不能有鬍子 美女都是有鬍子 美女都有鬍子 像妳 也有一點點 妳比較多啦 太厭啦 對啊 妳們兩個是好閨蜜是不是 對啊 她店裡的小姐 不錯喔 欣雅也是有閨蜜嘛 然後 是曾經有帶壞過閨蜜嗎 還是閨蜜帶壞妳 沒有 我都是 幫她們的老公顧好她們的 就譬如說她們出去喝酒的時候 我會幫她們帶一些解酒藥 對啊 就是 然後譬如說她們真的很醉 我會送她們上輪椅 上輪椅 她說 對 有幾次是上病床 對啊 這麼醉啊 上輪椅啊 沒有 就幫她們顧好 然後就送她們回家的那種 她算是個好閨蜜啦 如果是喝醉了 會發生什麼事嗎 會不會 沒有顧的話 她們就是喝醉會比較危險 會危險 就可能會倒在地上啊 妳下次就跟我講 我可以去救她們 真的啦 我怕妳去救她們的時候 就會換男裝 沒有關係 反正不要約在錢櫃就好 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好 今天來了兩對夫妻 兩對夫妻 對 但是老公看起來都怒氣沖沖了 不是很開心 因為老婆呢 她們的老婆都會被她們的 閨蜜帶出去學壞了 所以今天要來控訴她們這些閨蜜 看看能不能把閨蜜 趕離開她老婆身邊 好 歡迎她們 歡迎哈哈 玄仙 不好意思 有你們安排的是 去金門的班機是不是 不是 她應該是我們這邊的 妳坐過來看看 宋先生妳坐到我問 像不像一家人 來… 笑一個… 一家人 好可愛喔 好喜氣喔 我們一家人 好滿喔 那個畫面好滿喔 超高的 對… 如果我們這樣子坐飛機坐一排的話 空姐會出來說不好意思 請你們換位置 很難拿 飛機真的會寫 小飛機然後三個人這樣坐 不好意思 宋先生妳還是回來 坐回自己的位置 好啦 宋先生小甜甜 林道遠是小甜甜的好 是 沒錯 可是 應該老公都不太滿意 這個閨蜜的部分對不對 我原本是小哈的好朋友 後來他結婚之後呢 我就轉正營 然後變成他老婆的閨蜜 這種東西就叫做 日房夜房加閨蜜 因為我原本我是跟李懿是很好 我就想說李懿這個人還不錯 我把他介紹給我老婆 結果想不到這麼糟糕 我只有介紹給 妳是每一任我都認識 每一任 妳可不可以講腳本 妳們咬血了就好了 對 太快了吧 我想跟妳講 我跟妳說 我今天一到化妝間 我就跟那個 萱萱講說 天啊 在主題裡面還找我 我知道所有哈孝遠的過去 真的糟糕了 我們現在趕主題來個集嗎 我們今天主題都叫哈孝遠的 特集好了啦 哈孝遠身邊吃裡爬外的人 對… 特集特集 那是我們下禮拜的那一天 你還會來嗎 好 OK 我們先問一下同學 現場兩位老婆看起來 哪一位是比較容易被閨蜜帶壞 不好意思喔 小咖啡是饒舌 真的嗎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還在講 沒有啦 憲哥 等一下 我想我先回答一下這一題 我先回答一下 這一段沒有準備是不是 對不起… 我的錯 他不能飛出來 他不能飛出來 他這段沒有準備你還Cue他 對不起… 沒關係 我們之後再Cue你 我們先 他要講啦 就是我想先講這一題 因為我覺得這一題滿重要 因為畢竟那個甜甜姐 在我心目中是一個就是 滿敬仰的前輩 我想比較好回答 敬仰 敬仰喔 已經到敬仰 你不要講瞻仰就好啊 來 我覺得就是甜甜姐 反而不太像是那種 會容易被閨蜜耽誤到 因為她感覺就是年輕的時候 就比較就是見過 我現在也還滿年輕的 就是現在啦 就是現在就是見過 比較大風大浪的 就反而不太會因為一些 新的刺激而去做一些 什麼蠢事之類的 OK 反而可能 反而就是宣宣 就是可能就是比較容易 像是那種別人講什麼 就聽什麼的漁夫 不是嗎 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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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小Coby 是去年輕人講話 對啊 年輕人怎麼搞的 一開始我們要先讓老公來控訴 來… 控訴老婆的閨蜜 到底壞壞妳老婆什麼事情 有什麼控訴 跟老婆分享我之前的一些 小故事 因為我們有一起就是錄那個 外景節目 那比如說出去路途很遙遠 大家就會聊天 聊很多事情 然後很多故事 自從她跟我老婆變好朋友之後 有一次呢 我就帶我老婆出去玩 我就跟我老婆說 我們這次飯店應該不用訂太貴吧 訂了差不多四五千 你以前已經算很好了吧 還不錯 然後我老婆突然 她說 妳說這什麼話 李玉說妳帶妳以前的女朋友出去玩 都是住那種兩萬一的Villa 對 她要不想 而且不只… 她都賣出國 對 沒有人家 她都賣出國 雞票 半天 雞加酒 長榮山烏昌 長榮山烏昌 對 妳就在長榮工作 對 她帶我 她就說老婆 我幫妳規劃了一個國內小旅行 我們帶妳去什麼 礁溪去羅東 她以前都是去米蘭的耶 去羅馬耶 帶我去羅東 現在不行 以前去羅馬 現在去羅東 超好多 羅東那個是吃個羊肉湯也很好 不是 我跟你講 多虧有李懿 她告訴我這些 我才會有覺得 差別待遇也差太多了吧 真的 然後李懿這個 這個混蛋 她第一次 第一次還第二次 我們三個一起吃飯 然後李懿就很認真地這樣 看著我老婆 這樣一直看… 然後我老婆說怎麼了 妳幹嘛一直看我 怎麼了 我覺得小哈對妳真的是真愛 Oh my God 這種話也講出來 這麼直接 李懿 妳這樣沒人的耶 妳怎麼這樣說的 妳到底在講 那妳說她到底是喜歡什麼型 對啊 她是喜歡什麼型 她今天講 李懿 我跟妳講 今天假如是對面這幾位的話 哪一位是哈哈的菜 妳覺得 哪一位是哈哈的菜嗎 妳覺得 我看一下 安心亞啦 安心亞 是嗎 是心亞 不知道沒有 小哈 她喜歡 嬌小的 嬌小的 小吃看 有一點肉感的 小卡皮啊 我覺得小卡皮戴個假髮 可能 不是 她喜歡這種肉圓圓的 要圓圓的 對 要圓圓的 不是 因為妳知道小哈以前 就是在感情裡面 就有一句名言就是 妳為什麼不說 這句話是 小哈的感情靈言 什麼意思 愛情的敗家子 她以前真的 我每次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愛存錢的人 我每次都說 哇塞 妳每次出去玩這些地方 哇 妳花很多錢 她就講說什麼 我開心什麼的 我跟女朋友的份一起出 她結婚之後呢 我覺得小哈現在真的很節儉 因為有小孩了 她有考慮到一些家庭的支出 她現在會存錢 有家庭跟以前談戀愛的狀況 不太一樣 對啊 現在會考慮很多事情 對啊 來 問一下同學 覺得是老公有理還是閨蜜有理 我覺得離離這樣也不太好 就是那個都是過去 他們現在也很好 過得很好 對啊 對…真的 五千塊也很好了 沒有 而且你不能每次都這樣 你偶爾 因為他老婆有時候一直想要享受 女生自己在家帶孩子多辛苦 而且他還幫他生了孩子 對啊 還想要生了耶 幫他生孩子這麼辛苦 如果的話好像是必須的吧 對 小哈哥是妳的啦 真的 小哈哥這樣好像不太對 對 小哈哥這樣 小哈哥這樣 我們來緩和一下氣氛好了 小卡比妳有準備的是這段嗎 這段 好 不然就直接來吧 是的 同學來了 有人真的太卑鄙 帶壞我的卑鄙 都是那些壞閨蜜 我知道他們都有很多藉口 每次喝到爛醉 才說下次戒酒 想要你踏個幾句 她閨蜜當我仇人 逛到百貨公司刷卡金額讓我頭疼 接下來說的話 認同請你舉手 比來比去比到我的前女友 說我差點愛運 我聽到差點外遇 感情中我賣力的她們都不在意 妳知道妳這閨蜜長得很醜 最後兩句是為了押韻的 沒有押韻 妳這樣攻擊 妳擊閨蜜大概 妳唱這麼長 最後就在 只是在說李懿長得很醜 不是 我的意思 前面都是撲梗 對啊 妳前面說我漁夫 又說閨蜜醜妳幹嘛 不是 我 她是站在哈孝遠這一間 不是 妳上次第一次來 我已經很難得想說 妳居然還會再來 妳這一次完了以後 我倒想知道妳還會不會有下一次 剛才妳有說一句 那個哈孝遠她的名言是什麼 就是說什麼 在愛情裡面我就是敗家子 我可以幫她補充這句話 是真的 對 我跟妳講一下 因為呢 之前妳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她那個時候就是也單身 她也蠻常常約我出去 喝咖啡什麼的 然後呢 她都會跟我講說 妳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結婚的對象 只是我現在還沒有想要定下來 但如果我想定下來的話 妳很有可能就是那一個 就是我會選擇的人 然後呢 妳知道她多可怕嗎 那時候我們去喝咖啡 就東區老咖啡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先這樣子下來 然後她就在那邊這樣 我就想說幹嘛 她就說很好 今天股子夠短妳 性感讚 那一種人 妳跟我講說 因為我那一陣子是瘦的 妳說什麼 我要勇於展現自己要很辣 她就說 妳就試著把自己的奶子露出來嘛 我就說可是這樣很怪 她說妳要相信妳自己 妳胸部很大很好看 那時候我們就像小明星 小明星大跟班的時候 我又穿了一個 我很不習慣的那種苹果 然後胸部都... 她就說 她就是我們 然後我們還安全之吻 然後她就拍照片給我 妳看 這樣子穿多好看 妳們現在老婆老婆在那邊撩 以前拉大單身的時候 她以前痛風嚴重 她怎麼可能這麼幸述的蹲下來 她真的 妳真的蹲下來看 她為了要看XX多痛她都蹲 對啊 等一下 我幹嘛幫鐵琴講話 但是我們在那個有沒有 老咖啡旁邊的經濟警察 老XX 等一下 真的 我們生的節目是一時的 我是說真的 朋友會繼續做下去 對 真的 所以我只是小甜甜的備胎 妳本來要娶人家的 我就喜歡肉肉的女生嘛 真的 我跟你講 所以我要叫甜甜表姐囉 OK 合理啦 趕快繼續下一條 下一組這樣 她已經跳到黃額都洗不清 來 沒關係 來 我們接下來看看宋先生這邊 宋先生 帶我老婆去偷吃 道遠哥會帶我老婆去偷吃 就是我老婆 就是她生完之後 她就會說她想要變瘦 然後呢 就是 道遠哥 就是我們每週五都會去那個教會 因為我要先工作 我老婆她就會先去教會 那個教會在景美 然後她就帶我老婆先去景美 夜市去買東西吃 對 立瓜球啦 手搖引啦 然後什麼潤餅捲 就是她都帶我老婆去吃 然後甚至前陣子有一次我們去那個 道遠哥帶我們去宜蘭泡那個大眾堂 就是泡溫泉 然後呢 我們泡之前喔 我們先 道遠哥就說 大家肚子會不會餓啊 我們就先去吃 然後點了一桌菜 然後大家飽到不行 對 爆發機什麼 泡完之後 道遠哥說大家有沒有餓 我們再去那個羅東夜市在那裡吃 然後又吃那個什麼 沒有 又吃好多 他吃炸彈蔥油餅 然後又吃那個 那個高渣 然後又吃普洛 整個行程都是一直在吃… 不是 換我解釋一下好了 其實我覺得 我們三個住在一起什麼都胖啊 對啊 你有沒有看這個畫面 因為我老婆淨香是瘦的 所以我找她吃美食 其實我老婆就不太陪我吃 一到教會我只有看到甜甜 甜甜喜歡跟我一起吃美食 我們就會到處去吃美食 另外一點是 剛剛那個宜蘭的我要解釋一下 其實我能夠了解甜甜 產後付出要瘦身 其實我也是很為她好 我只點三道菜 而且那三道都是低碳的 就是甕仔雞或者是烤魚 但是那個老闆就會一直走過來說 那個甜甜有沒有吃飽 所以完全不是我的問題 我這個好閨蜜也是很為她好的 沒有啊 可是泡湯大概泡五 大概不到十分鐘 你又馬上餓了 對 但是我們去羅東夜市 大家都送你東西吃 不是送我東西吃 所以不能怪我 不是啊 可是羊肉湯也是你要喝的 炒飯也是你要吃的 糟糕 你們兩個到底吃了多少東西 就一個晚上 就是五個小時 其實基本上那個夜市 只要服務他們兩個客人 今天這一拖就已經OK了 對 他最Over的時候 付出的時候是超胖的時候 現在又稍微胖一點 現在又稍微瘦 現在是瘦的時候 對 他說我是瘦的時候耶 現在是瘦的時候 對 真的… 他那時候最中生完的時候 他現在點點 所以現在是算瘦還是胖 瘦… 我跟他一直講 好可憐 說得真 你現在有個 婚姻是出於自願性的 好可憐的感覺 沒有啦 老公能夠接受就好啦 真的 是不是 每天看著一個哈哈鏡這樣 哈哈鏡是什麼意思 沒有啦… 就是情人眼裡除息事 不管怎麼看他 都是最美的身體 沒錯 是這個意思 OK… 哈哈 哈哈 再幾個 我還要再控訴一下 李懿直接鼓吹我老婆跟我離婚 這個嚴重 超嚴重的啦 這個不嫌疑 怎麼會這樣 有一次我跟我老婆我們兩個 也是為了小朋友的事情在吵架 我就說那好 我們就先不要吵 你去問問看李懿的這個 她怎麼想 好 回來 隔天回來她就說 我說李懿叫我們離婚 什麼啊 我說怎麼可能 她說真的啊 李懿就跟我講說什麼 你為什麼要被小孩要被婚姻束縛住呢 如果說你不喜歡這個男人你就 而且這個男人 如果你覺得他對你不好的話 你就不用跟他在一起 我們現代人對不對 你看 你現在一個人你這麼有本事 你又是空服員 你又可以上節目 你賺的比你老公還多 而且每個人都講說 他很在意這個 我最氣的就是這一句話 對 我最氣的就是這一句話 然後他就說我跟你講 你一個人也沒什麼不好 一個人很開心 然後我就說這怎麼可能 因為李懿 已經多次跟我講說他想結婚 他男朋友還沒準備好 所以其實是李懿想跟你結婚 她反面就變了一個人 兩面人 兩面人 真的怎麼會有 她跟我說什麼都會單身女子 你一個人帶著小孩 也可以這樣子獨立養家活口 對… 而且說不定妳離婚了 隔天窟窿就打電話來了 對 對不對 有可能嗎 對啊 李懿為什麼要去整理 我跟你講這種狀況 我沒有遇過太多次 而且後來我有誤出一個道理 當閨蜜跟你抱怨另一半的時候 你只要 你把他另一半罵得豬狗不如 他們就會心亂 對 他們這樣會覺得說 我老公好像也沒這麼差 所以我正在救妳 超傻的 罵得豬狗不如 妳們示範一下妳當初是怎麼罵 我跟你講 他笑容真的是 他都把餐費都吃掉 你的育兒費都吃掉 真的不行耶 他真的這樣不行 而且他每次衣服在那邊亂丟 他笑容真的沒有很好 你看他說什麼去錄影 誰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錄影 真的 他就很真的很討厭 然後就是一直在那邊罵 然後罵到土裡之後 萱萱就會覺得說 他就突然就會說 沒有啦 其實他想他真的很辛苦 他在外面賺錢 他其實真的有拿錢回來 他就說沒有 他其實有幫忙帶孩子 因為像什麼哪天的時候 他小孩也是帶 他也讓我出去或什麼 可是用這種方式來挽回兩個 對 愛的方式 我一定要謝謝妳囉 對啊 真的啦 因為太瞭解他了 OK 但是這個可能也不能用太多次 不能用太多次 會走心 對 會走心 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走心 唉唷 是嗎 單安 因為我之前有一任女朋友 她真的出國念書 她去了幾個月之後呢 她的一個好閨蜜 就跟她說 你們要不要嘗試 不行啦 然後呢 所以她就跟我提這個想法 她就說 這樣我們有可能會 有很多很多 就是過去的例子都顯示說 這樣可以讓情侶關係可能更好啊 有可能感情更緊密啊 我就想說 好吧 好 然後就被說服 沒有開心啦 然後過一段時間之後 她就跟我分手了 然後她的理由是說 對我沒有感覺了 但是呢 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發現 沒有 沒有 她明明就是劈腿 她明明就是在那個時候 因為在那個關係裡面 愛上別人 所以她劈腿 都是她當初那個閨蜜 慫恿她進行這個關係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閨蜜有時候真的比男生的朋友 還要危險 因為女生很容易被閨蜜 去慫恿去做 對 洗腦去做自己本來的閨蜜 這個聽起來感覺好像是 她故意賴給閨蜜的啊 對 她可能把責任推到閨蜜身 她可能在跟你提出 開放性關係的時候 對 一開始就沒有 不喜歡她了 沒有 她在跟你提出開放性關係的時候 她早就已經劈腿了 對 而且在愛情裡面 不被愛的才是第三者 對啊 沒有人會愛妳的啦 哈哈… 而且我跟你講真正的 沒有…沒關係 下一次會更好 真正的好閨蜜 就是真的會看事情的大小 如果真的很大的話 我們通常還是勸和的 對 OK啦… 好 接下來 閨蜜帶壞老婆 其實都會是有原因的 因為是男生 其實有些部分 你們根本就沒有及格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老婆跟閨蜜 到底都哭訴了哪些事情了 來看第一條 被家暴 被家暴 也是我要跟大家敘述一下 其實 糟糕了 甜甜 甜甜在結婚前我們 還沒有這麼好 但是在結婚後 因為信仰的關係 我們其實變得好很多 我們常常會無話不談的朋友 而且因為我結婚其實已經七年了 他碰到的問題其實都會打給我 但是有一次 我覺得真的滿嚴重的 就是他傳給我說 這個電話 對 當下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他又傳了一封簡訊來說 我打了113 家暴電話 而且那時候小孩才兩個多月而已 他帶著小孩 然後就推著車 然後一個人來到那個飯店 我就趕快去找他 但他就跟我說原來老公是 對 所以 其實那一次的狀態就是 因為媽媽其實在懷孕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自己是一個媽媽了 可是爸爸常常在 可能看到小孩才知道我是爸爸 或等到他會叫你爸爸 你才知道 跟媽媽比慢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 所以他有時候會看著你的肚子說 常常是獅子的 什麼意思啊 電視到當爸爸 你搬到哪會大起來 不是啦 所以其實 像我爸爸跟媽媽不太一樣的是 就是 月子中心回來之後 我們等於自己照顧 當然很多SOP 我們都跟護理師都學習很好 可是你會發現說 他身上可能有熱疹 有斑點 有難 你怎麼樣 你就會覺得 或馬上塗藥 可是他就會說 怎樣 你躁鬱症喔 你怎樣啊 你身體 你是有毛病是不是啊 就是不誇張嗎 他就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氣到我就打113 他就說請問你 現在你先生在嗎 我說在 他就在我前面 他說那他說了什麼 我就描述一次 然後他說那你們現在有辦法 分開空間嗎 我說沒辦法 因為我家現在就是只有一個空間 然後後來他就會繼續追蹤 我就掛掉 對 然後隔天之後 他又一樣沒有改善 我就跟他講說 你看嘛 真的越來越嚴重了 什麼…的 然後後來他就不管我 他就去上班了 不是 他去上班的那一段期間 我把我兩隻狗送去寵物旅館 然後呢 我就想說 不行 我不能讓我老公那麼好過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很熱 我不想要讓我老公 還有冷氣可以吹 然後我在臨走之前 我就把客廳跟房間的那個遙控器 都全部藏起來 然後我才帶著小孩離開 然後去了那個飯店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喔 他有打給他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你不要出賣我 然後他就沒有出賣我這樣子 結果出賣我的是吳東諺 白家媳婦 對不起 他就打給吳東諺 他就說你們要不要出來講清楚 因為他也結婚蠻久的 他就說那不然明天約一天 然後就是明天然後約一個時間 他就有跟我講 你們就出來好好講 他說他把牧師師母 就是一鳴跟威靈姐也一起請來 然後幫我們開導 然後後來之後呢 就講 講 講 講完之後 就我們彼此都講 講完 後來他就說他知道問題在哪裡 過程中他就說 他還跟他們講說 妳知道嗎 他還把遙控器藏起來 但他不知道 遙控器 冷氣不一定要遙控器 他只要按鈕一按 就會了 我整個超級不爽 因為他還是吹著冷氣 他還繼續睡 而且他睡得超級開心 好開心喔 床都變寬了 對 那我就真的超級生氣 那還是我氣到爆 對 真的新婚夫妻 有時候他們那個 因為剛生完小孩 真的有時候言語也會敏感 放大話 很容易有衝突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條 這好恐怖 監控啊 我真的是 其實跟小哈認識那麼久 小哈有一點真的是 我完全可以懂 就是 因為小哈的人生是 不是 你對朋友也不真誠啊 因為你知道他好像上任 妳講妳的就好了喔 妳太多事情可以講了 不好意思 借用一下時間 因為你知道他好像上任什麼 你管一個球隊對不對 吳東諺呢 就請了很多朋友去挺他 但吳東諺呢 他要就是在我們教會 就演講的時候 傳訊息給他 哇 好酷喔 哇 我早知道冬諺那麼挺你 結果你已讀他 我有回 我來助他 因為他說他要自己去分享 第一次要 好像要傳到 我不懂 他說歡迎我去聽 我說我真的比較沒有時間 我就 你講你自己就好 我為什麼要解釋就是這樣 他今天來 他今天來好像是被告一樣 對啊 他自己做一個 他今天結束完就要送進監獄了 好慘喔 好 反正小孩就是沒有朋友 然後自從結婚 娶了老婆之後 他就把萱萱當成他人生唯一的朋友 對 我就差14小時都想要跟著他 為什麼呢 我後來怎麼發現的 是因為我跟萱萱 大概有約了兩三次 就自己出來玩 我就規劃了一連串的行程 就是去那些 有些網美店 然後可以去拍照 然後還說那我們要穿什麼 然後什麼 去吃什麼 就是姐妹那種感覺 一整天想說讓他放鬆一下 結果好 我們一大早我們開去新竹 然後約在停車場 竟然他校園硬要跟 而且還把小孩帶來 什麼 他跟小孩那一天 就陪著我跟萱萱 兩個人去那些網美店 然後打卡 拍照 姐妹行程 他們途中還有去什麼 姐妹SPA店 我就跟我兒子在那邊 等著他們兩個中途 因為我們已經預約了你知道嗎 對 人家的姐妹時間 怎麼會這樣 你去兩小時的SPA 可是我跟他講說 我們這一次是姐妹行程 他就是用那種 很可憐的無辜臉 那我怎麼辦 他就是真的沒有朋友 他怎麼樣都要跟著我 拜託好好 讓他很愛妳 你來跟他們同情那個王少偉 妳比他更慘 我跟你講 我去做指甲 做指甲要跟 就做指甲跟幹嘛 沒有朋友 沒有 我有朋友 而且我非常珍惜我生日的朋友 哪有 只是我會覺得說 就家人相處的時間其實 沒有那麼多 我們可能 你們不是住在一起嗎 防球隊啊 你可不可以先鬧腳 沒什麼 防球隊啊 你整齣都不開心 外景啊 其實我們是沒有太多時間 跟家人相處 而且我兒子現在3歲 突然一下他可能就13歲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隨時都有 跟他們在一起的時間 但是我老婆好像一開始 因為我老婆一開始也跟我講說 她很喜歡這樣 到後來發現好像有點受不了 受不了 因為有一次 有一次她跟她的幾個就是姐妹 也是約了要喝下午茶 剛好我又沒事 她又要跟 我就說 那我就跟你們去好了 然後我就問她說那在哪裡 她也不告訴我 她說妳就到那個微風南山停車場 我就喔 好 我就車停到那邊 我說好 那我現在停好車囉 她就把門打開 脖門而出 然後拔腿就跑 然後我那天痛風發作 對啊 然後妳痛風 跑掉 我痛風發作 我就是認定他追不到我 因為他那天痛風發作 結果就跑走了 他不告訴我他們在哪裡喝東西 對 我還真的找了一下 出發前要先餵妳一些螃蟹 然後到微風南山的時候 正好發作 妳剛好發作 對 先餵老公 因為閨蜜聊天什麼下午茶 所以有時候閨蜜會不舒服 對啊 閨蜜有一個男生在旁邊 妳自己講說 妳想永遠跟我在一起的 不是 我跟你講 他有時候就會跟我說什麼 我這次不要去 妳們臭女生約會好無聊 可是每一次都跟來 而且耳朵都 素那麼大在偷聽 而且是這樣 男生的聚會跟女生的聚會 要是突然有一個異性在那邊 很多話都不能講 真的… 接下來到底還有什麼事情 老公不行呢 第三點 要電動不要老婆 離婚也沒關係 對 其實 好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時間都沒了 是 他們兩個其實只要不發聲則宜 要嘛一發聲 而且 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就是他們那時候在坐月子 我們想說坐月子這個時間 我們就不要去打擾她 因為這個是女生 其實身體最虛弱的時候 所以我們幾乎都不打給她 那一天有一天晚上 她突然打電話給我 她就跟我說 道遠 我現在剛叫了炸雞 披薩 然後任何不能吃的 我都叫了 因為跟老公吵架 因為她老公一直打電動 她就不送 她說好 你要這樣子是不是 我就開始弄我自己 然後她就叫那個外送 叫了一堆炸雞 一堆披薩 一堆不能喝的全部叫來 然後自肥吧 對 他就是用這種苦肉劑 這會自肥不是自虐吧 對 沒有 我跟你講真的很誇張 其實前面一開始她玩電動 然後沒有到那麼誇張的時候 只玩到10點 我就是用叫炸雞什麼時候來 就是來 就是虐待我自己 然後後來 後來我實在受不了了 有一次真的 我真的覺得整個爆炸 因為我很喜歡寶寶都推上來 我想要跟她互動 我想要跟她親密的互相的時間 對 對 然後就是想要親餵自己餵她 她就覺得說 妳來做葉子就是要享受 對啊 一直這樣幹嘛 這是真的 妳住葉子中間 妳都花那麼大筆的錢 妳就回家就好 幹嘛還花這筆錢 可是我就當然就是 想看到我的小孩 對啊 妳現在不是每天看嗎 等一下 宋先生的意思是說 他希望妳也好好休息 對 葉子中間是好好休息的 反正我就會叫上來 然後那一次他這個整個 讓我整個爆炸 就是因為 我們的母乳有時候 會先用在那個 罐子裡面 對 罐子裡面 然後放在冰箱 然後要喝奶 然後那時候他就還在給我 那邊打那個要死的電動 中路…衝… 快點上… 你沒有什麼 裝備先丟… 然後有夠大聲的 然後就跟他朋友 那聲音都很討厭就對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現在去給我溫奶 他就 但那個等一下我整個爆炸 我想說等一下 你之後你的小孩可能死掉 他就四個小時要放一次奶 因為那個中路 該死的中路 你不再等一下 炸開 他這樣快氣死了 然後我整個就很不爽 我就想說算了 我自己溫奶完之後 我小孩就推到房間去 我就跟米苔木說 米苔木對不起 蔚蘭 蔚蘭媽媽就算單親了 只有媽媽照顧妳 也不是媽媽的錯 因為爸爸真的太幼稚了 對不起 媽媽 不應該找一個這麼幼稚的爸爸 給他一大堆 然後講了就說 講…他講很久 我就想說 好 我要等他打完之後 把他趕走 趕出這月子中心 結果 不是喔 我在裡面等好久 我要跟我小孩講好久 我想說我又給他好多負能量 但是我又下不出來 倒不出來 我好慢上來 後來之後6點多 我才把小孩推下去 我就上來 我就去敲對面那些房間 我就說宋先生你給我走 他就說我不要 我說宋先生你給我離開 他說我不要 所以是宋先生在坐月子 所以要舒服到的是宋先生 出來他都瘦了 對 對啊 瘦身是瘦身 小孩也是 小孩月子也做很好 去月子中心都是老公在爽的耶 是真的啦 對 其實我 那個時候他有個東西 我們都在學習如何當爸爸媽媽 大家都新手 所以我也 其實小孩我也都 我也都有照顧我 在電動之餘之外 就是小孩可能要喝奶 可能要換尿不懂 我都有按照時間 5分鐘小孩 他說講那麼誇張 小孩要餓死 真的餓死怎麼可能 有可能 就在那裡的時候 不然為什麼會有誇金5秒鐘 對啊 小孩子等不了好不好 對 他那等5分鐘還好 我那時候在月子中心 那邊擠母奶 然後嘖嘖嘖那個聲音 小孩還說 我在擠奶耶 他在擠母奶 我意思一下 這是一種白噪音 那個聽了之後我就十二不睡 所以他的頻率是很正常 白噪音 所以他就會非常好睡 不是 因為有時候 你在月子中心很累 因為我們那個月子中心 我們那個月子中心好大 有一個好大的按摩浴缸 我在那邊泡 泡了按摩浴缸 他出來好累 好想睡覺 那個噪音我就好吵 就請他小聲一點這樣 講到母奶 你知道萱萱有一次 非常熱情的推薦我 小哈多會擠奶這件事情 好奇喔 她說 我就說 萱萱妳最近奶奶還好嗎 因為她之前有跟我講說 她奶擠不出來要幹嘛 會塞這樣子 好 我說那妳有去找人家推 她說 我跟妳說我後來發現最棒的 就是我老公 她通乳屍 你知道她已經 她已經手又大 她直接壓下去壓住 我奶也用噴的 對啊 而且她很熱情的推薦我說 我跟妳講妳以後擠不出來 對 我沒關係 閨蜜都自己來 OK 好 那個地方就妙了 來囉 哈哈 訣竅是什麼 對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開副業了啦 就像打籃球一樣 就是2 3滴那樣子 可是她大手一捏 我整個掃射 對啊 真的 欸 形象啦 你們是 聽說那個時候 月子中心旁邊濕火 然後妳 她像妳就抓著萱萱 妳去救我 萱萱上啦 破神的眼淚 滅了這個火 沒有 可是 訣竅…對啊 為什麼 沒有…那個你要有愛 你只要對老婆有愛 你就起得出來 愛啊 她是特別為人選對愛 她們以上在月子中間 故事都是有愛嘛 對… 互相有愛 我們抱怨完之後 我想看現場的大家 還好沒有什麼想要加碼 抱怨的事情 那我先抱怨一個好了 來了 你知道我每次 我老公在那邊滑手機 我永遠都看到她的社群網站 她一直在給我看安心亞 每次都給我看安心亞 然後妳的穿搭妳的幹嘛 妳在做什麼她都知道 真的嗎 今天的穿搭 妳要讓宋先生好好看看 對啊 妳要讓她看一下 妳看 妳手機滑不大 現在真人 這麼大一個 站在妳旁邊 穿搭妳的搭 她臉紅耶 太笑了 我是艾烏集 我覺得這沒什麼好生氣 褲子怪怪的 今天剛好穿一個運動褲 確定一下狀態 沒事 沒事喔 OK 沒有啦 其實有懂得 欣賞美的事物的人都會 我二十三歲 她現在也欣賞安心亞 我們每一次開車 經過那個收車站 她不是都有那個 穿那個衝風衣的那個 登峰衣是登峰衣 登峰衣 保險登峰衣 對 每次我老婆就會問她說 媽媽 她漂亮還是公車上面的漂亮 然後我兒子就會講說 那這個樣子呢 對 到最後有一次… 不知道為什麼我兒子 不知道從哪裡得知 安心亞的名字 因為我老婆也不會講說安心亞 因為她才三歲那麼小 對 我老婆就會講說 我漂亮還是公車上面的漂亮 我兒子就說 對 好聰明喔 好正常啦 真的 這很正常的事 而且她現在任何東西 都拿安心亞來售 我昨天拿了一個白雪公主 她在那邊玩玩玩 她就說 安心亞比較漂亮 對 她真的什麼都拿安心亞比 真的 妳有兩個選擇啦 一個是宋先生 另外一個就是哈哈 我兒子 妳選一個啦 太小了吧 三歲 這麼小 我要等她嗎 可以 可以啦 等她長大 妳要叫哈哈跟萱萱爸爸媽媽 就是 這也是滿妙的 媽 爸 萱媽 這也是滿妙的 今天這一集就滿有紀念價值的 可是萱萱是不是也有要控訴的 不是 你一直在那邊講 我閨蜜…也不好 我跟妳講 哈孝遠才被她的朋友帶壞了 對啊 像哈孝遠她這一陣子 很愛跟著朋友一起去改車 改車超貴的 改車超誇張的 什麼輪框加大加後加什麼 加量 改得這樣子 因為是牛肉麵喔 加量 反正就把車子改得趴哩趴哩的 我就問她說 這樣子大改了多少錢 她跟我說 不可能 有可能嗎 不過 這我幫小哈說一下 因為我們改車其實都為了家庭好 痛風習痛風 不是 我們改車真的都是為了家庭好 加大輪框其實是讓車子更穩定 改卡前改煞車 就是讓煞車 我們碰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我們能夠即時煞得住 對 改那些能夠外包 大包那些 其實就是讓車開起來能夠更順 比較穩定 對 我們都是為了家庭好 對啊 如果台長不換的話 車子也會痛風的 對啊 什麼萬里啊 車子的價格 痛風會穿感的嘛 不是 它改的金額 兩萬車超高 不會還可以再去你來吧 哪裡逮啦 對啊 這個是不是一個習慣還是怎麼樣 就是你會不停的想要改車 沒有 就跟道遠講的一模一樣 其實這種這些東西都是為了安全性 所以跟道遠講一模一樣的 這些安全大概花了多少錢 一個框差不多3萬 一個框差不多3萬 是一個框差不多 我這個空名牌的 很厲害的 你跟我說一台車是一改3萬 3 412 還好啦 這很正的 還好啦 李懿妳就覺得男人花點錢還好 安全是無價的 對 對 我覺得任何東西只要讓心情好 然後讓自己情緒就是開心 都是OK的 對 而且我有特別 我其實經常跟我老婆說 其實很多事情要跟李懿學習 有些地方該學的還是要學 李懿她其實很省 你不要看她 她現在 她大概車子已經壞了一年半了 她一年半以前就一直在問說 到底要買哪一台車 到現在 她都沒買 她都開她妹妹的車 叫她妹妹坐捷運上班 或是坐公車 因為我沒離捷運站 走是三分鐘而已 然後她很會存錢 你老婆還真的要多學學李懿 真的 我覺得李懿 她今天就有一件事情 是從李懿身上學來的 她要來跟你講 是 好好來跟你攤牌… 攤牌 來 其實我有一件事情沒有跟妳說 我就前一陣子男跟李懿去 去外景去拍了一個影片 我那時候不是跟你說 我們今天錄影延遲嗎 但其實我們很早就收工了 我很想要去買一個東西 我就跟李懿說 妳陪我去買一個長家好不好 然後我就到了那個 一個小箱店之後 然後李懿那邊有起起起起起 小箱店還是小 也是小箱店 小箱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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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啦 小箱店 小箱店 我本來只是要買一個長家 可是在李懿的慫恿 或是有 我拿 或是有那種魔鬼的聲音 然後我就 長家 非常用買了一個 這麼大一個包包 哇 這麼大一個包包 然後 我都不敢帶回家 我都一直藏在李懿的車 在李懿的慫恿之下 我就不曉得有 有魔鬼的聲音 是超級名牌 包的價位跟小哈 四個輪框的價位 大概哪個高呢 沒有 不可能 包包比較貴 包包23 不可能 大概再加兩個輪框 大概再加兩個輪框 六個輪他的價格 妳說 還要再加兩個輪框 妳一定是說 那個袋子大到可以放六個輪框 是這個意思吧 我的輪框可以買六個 那個袋子會不會是這個袋子 哇 哇 哇 妳好開心 不可以是這個牌子吧 可以吧 妳的小箱店 算便宜了啦 這個是小箱店 雖然這是我花我的錢 可是我覺得 我應該要算太要勤儉持起來 我跟你講 哪一款 妳先拿出來 好 哇 小燕 小燕 鹹亮的鹹亮 哇塞 這個要六個輪框 要六個輪框 這哪個不只六個輪框 六個輪框 衝到身上 好漂亮 你們很好看 妳現在賺耶 妳現在20幾了 20幾 不是 妳自己想想看 你看 妳輪框 車子一落地就掉駕了 我們這還真的 不是超值耶 真的超值耶 不要輪框安全啊 萱萱的意思就是說 把妳沒帶她去的十次Villa 背在身上 沒有啦 背在身上 合理 就有些時候 啊哈 妳也可以背那個包包啦 妳現在背一下嘛 妳背一下 妳背一下那個 妳背一下幹嘛 妳背起來就送你大哥 好可愛 妳要去收 妳要去掃款是不是 掃款的 好像 突然變小學生的感覺 你為什麼變小學生 不錯啦 滿適合我的大小孩 你們就交換著背啦 對啦 所以我們今天聊到這裡 好像不管是李懿或者是道遠 對於哈孝遠跟宋先生來說 我覺得大家還是好朋友 其實今天聽下來 幫助的層面還是多一點 對啊 對啊 也是要有閨蜜 有一個情緒的出口 對啊 潤滑劑 祝福妳們跟閨蜜 然後都跟自己的另外一半 對不對 感情長長久久 永遠了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兩頓分享 我們下期見拜拜 請用力訂閱加按讚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 開 好啦